12月18日,2022年香港特区立法会选举委员会戒别补选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 黄锦辉、陈永光、何靖康、上海龙四名候选人分别以983票、1028票、833票、812票当选为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议员 本次立法会选举委员会戒别补选投票于当天上午90至11时30分举行 填补的是4个来自选举委员会戒别的立法会议员空缺,共有6名候选人或有效提名 投票采用全票制,即每名选委必须投选不多于也不少于4名候选人,得票最多的4名候选人当选 投票结束后,记者在香港会展中心的中央点票站看到 工作人员将投票箱启封,以光学标记阅读系统进行点票 候选人、选举代理人和监察点票代理人在点票区内观看点票过程 点票区还设有公众席,供公众人士观看 选举事务处表示,本次补选共有1307名选委投票 投票率为90.7% 12时58分,选举主任在设于香港会展中心的新闻中心公布 4名胜出的候选人,按票数高低,依次为香港民建联成员陈永光 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香港新民党成员何靖康,以及商汤科技香港公司总经理上海龙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,他们分别表达了自己当选的机动心情 以及未来的工作方向 去建造国际创科中心的,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首要的任务 今天能够当选是我的荣幸,而我承诺,我必定会揭尽所能 用我每一分的力气,将一股新的声音带入立法会 全心全意为市民服务,为国家,为香港,为一国两制而出力 海龙本身是从事创科的行业的 我很关注如何用香港的科技所长,用的国家所需 当然我都非常关注民生,劳工,社科,青年等等方面的议题 希望大家给点时间,叫海龙在18个立法会当中的委员会 和相关的议员一起努力为香港做出自己的贡献 据悉,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任期于2022年1月1号开始 任期四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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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任期四年